花蓮強震天王新大樓拆除作業 突然暫緩 因為七樓鐵窗卡了這隻橘貓 明顯受到不少驚嚇 縣服調來雲梯車 緩緩接近受困貓咪橘子 破壞鐵窗打了一針鎮定劑 一針麻醉劑 總算把橘子救了下來 到了深夜 另一隻貓咪花花也成功 以幼捕龍捕獲 平安真的 就是已經是最好的事情了 羊貓獲救 魚姓四祖喜急而泣 但他還有其他兩隻貓咪 仍不知去向 而在10號早上 疑似又出現罹難者 康老師的愛貓身影 貓咪在七樓瓦麗堆中穿梭 一下往外張望 一下又跑回待拆除的屋內 這次疑似妞憲宗 大家也燃起希望 消防隊再次進行救貓行動 但有鑒於過去 駕雲梯車上樓時 貓貓被嚇跑 這次改用其他方法 不僅用廣播播放貓咪叫聲 還拿出貓貓們最愛的雷射筆朝天王心裡頭照 就是希望能夠引用貓咪現身 而大樓現場不只有和四組失散的貓咪 甚至還有雞 瓦麗堆裡好幾隻雞在斷圓殘壁中穿梭 根據了解這四隻雞是九樓零性住戶養的 熱心民眾擔心雞沒東西吃還幫他們叫了外送 通頭給大樓的雞啦 是青菜啊 花蓮大地震死傷慘重 有的和家人失聯 也有民眾找不到心愛的寵物 救難人員絞尽腦汁用盡各種方法救援 只盼能有一線生機 記者綜合報導